中场前11秒落后3分 他隔扣莫泰尤纳斯 然后面对周琦 投进翻身跳投完成绝杀 中场前1.7秒 他接到纵贯全场的长船 迎着周琦打中压哨 空中绝杀 两次都是新疆队 面对的防守者 两次都是周琦 他是沈子杰 中国新生代内线代表 在深圳终于醒悟 李木豪或许再也培养不出来之后 沈子杰就成为了全队的重点培养人物 不得不感叹 栽培和资源是重要的 从场均5.5分的角色球员 到场均17分 11篮板三盖帽的球队领袖 沈子杰只用了两年 在这两年里 一个瘦弱的年轻高个子 蜕变成了CB数一数二的中锋 打出名堂后 有人叫他玉面书生 因为他有着一张俊朗的面容 和书生气的发型 但也有人叫他南部暴徒 因为他激情四射 扣完篮总是振臂怒吼 但他最出名的外号 还是中国大鸟 如飞鸟翅膀一样的长臂 和库斯NB民宿大鸟博德的外形 让他坐实了这个名号 同时他也多少 继承了一些博德的习性 年轻的他会在媒体面前毫不谦逊 在暂停期间怒喷队友 但他也会在关键时刻 承担责任 打出完美的表现 实现自己说的大话 于是年仅24岁的沈子杰 在CBA是越战越勇 全明星首发MAP候选 都有他的名字 在国家队 他也同样揭起了中国内线的大棋 在意见连逐渐老去的情况下 他和周琦以及王哲林 组成了中国男男不可忽视的 新生代内线三巨头 但再耀眼的表现 没有赢球陪衬 全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如今的沈子杰 库斯NBA醍醐时期的安东尼·戴维斯 作为内线核心 在打出绝佳表现后 却总是无法带队赢球 是如今的沈子杰 和当初的浓眉哥共同的烦恼 比起更好的数据 他们其实更向往季后赛的舞台 但因为违规出行 这样的事情被禁赛 也实在是太不应该了 但好在他还年轻 他还有继续证明自己的时间 作为新生代孕育的全能中锋代表 中国大鸟神子节 注定将一飞冲天